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85岁傅达人保守并痛折磨,但仍积极为安拉斯奔波宣扬里面,5月底傅达人再次飞往瑞士,日前在脸书上透露绝对不再回来,稍早前傅达人搭上尊严专车,要执行安拉斯,而只要踏进这间间铺的楼房,等于按下人生最后的停止键,同时他也手指比天,感谢上帝, 只喊要风光打赢这一仗,其中男星孙祺君为傅达人前儿子,而他也在脸书面怀天堂再见,孙祺君在脸书上感念,你是生命的勇士,主宰自己命运的斗士,是我最敬佩的榜样,谢谢您的带领和教导,我会铭记在心,天堂再见,而据苹果报道孙祺君因为奶奶而和傅达人成为前爹前儿子关系, 孙祺君也有传讯给傅达人,表达支持与尊重前爹的决定,傅达人也会不用担心,我们天堂会再见,自由电子报关新年,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度过难关。 傅达人与前儿子孙祺君相约天堂再会,翻设自傅达人脸书,孙祺君也为傅达人前儿,翻设自脸书。